这是哪个国家 这是荷兰 错 是法国 这个呢 俄罗西 错 这是荷兰 这个呢 这都是欧洲国旗 你知道为啥欧洲国旗 都长得这么像吗 故事起源于十六世纪 海上霸骨荷兰 设计了欧洲第一面三色旗 但由于风吹日晒 橙色薄调不成红的 就干净换成了红的 到了十七世纪 俄国向荷兰学造船 顺便把荷兰的国旗也抄了 这事啊 还有伏笔 之后啊 俄国还坑了荷兰一把 第五年 土耳其和俄罗斯闹毛病 愤怒的土耳其人 却砸了荷兰的大师傅 搞错了 搞错 这还没完 后来土耳其想烧荷兰国旗 却烧了人家法国国旗 我以荷兰 不代勾天 哎呀 难怪人家土耳其啊 你看这法国国旗 旋转九十度后 也就是这样随便的法国 居然还帮意大利设计了国旗 老弟 搭点绿就行 太厉害了 而到了十九世纪 三色旗就出现了 红黑金的全新版本 黑色代表军服 金色代表扣子 红色代表三里 自由而战 而异皇的比利时表示很改 后来呀 比利时很良心发现 改了 改成树的红黑金 就当其他国家还在三色旗上 改来改去时 而北欧却高度同意 我们都用十字架 不叫机长 不叫机长 前方礼貌 静止起飞 好 收到 嗯 静止起飞 静止起飞 你知道卧皇到底有多牛吗 有一次 俄罗斯林下52度 飞机俩轮子直接动过来 乘客们 快下来追飞机啦 于是 整机的人硬是还飞机吹上了天 好家伙 不愿是战斗民族啊 而且就算晚点了也不怕 别骂 快迟到了 做完了 俄航都能准时或提前到达 别忘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延误了 除了这个 俄航甚至连台风天都不怕 像18年那会儿 俄航就聚上了16级的高山徒 当时大武汉会高谷了 没想到俄航居然照常起飞 可这儿就算台风来了 也不能阻止俄航上班的决心呗 这还不算完 还有更离谱的 18年好莱坞的小李子 在俄航上遇到了引擎爆炸 引擎到炸了 引擎到炸了 哈咪 这不是还有一个吗 还真是地球不爆炸 俄航不停运呢 反正咱这心事没那么大 而且去受俄航的机长 以前倒是开战斗机的 难怪这么猛啊 还有传闻说 只要飞机安全着陆后 成家都会鼓掌说 感谢提侦不上次了 最后我觉得还是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啊 快关 助我了 同学同学你身份上调了 班大罪 上面头有汉字 是的 你没看错 新把韩国身份证上 大多也有汉字 而且韩国还没办法去掉 早在清朝以前的一千多年里 高丽国都附属于中国 上流社会也在用汉字说汉语 老乡 哎呀妈呀 我可想死你了 好久见 好久见 直到1446年 韩文才被创造出来 世宗大王结合民间口语 艳文 创造了28个标音的字母 字母相结合 就形成了韩文 这样会拼 只有写韩文了 嗯 确实很方便 之后 有了自己文字的韩国 开始减少中国话 1948年 立法将汉字废除 当英国家首都汉城中 代汉字而改名为首尔 而这一系列的举动 可把后面的韩国人给判惨咯 先是因为韩文 无法区分同音字 类比中文拼音 就会出现通篇文章 都一样的局面 翻译翻译 还有 想了解韩国历史 就得先补学汉字 因为史书都是长这样的 甚至韩文里也沿用了 不少中文的发音 让我试试 所以 无奈之下 1974年 韩国宣布去除汉字失败 汉字又被纳入到了中小学生基础课里面 但你知道汉字有多难学吗 我的命给你放过我老婆 她还很坏自愿啊 嗨 哥啥无论 我可是为了科研 哈哈哈哈 假些科研名义 连鲸鱼妈妈都不放过 日本为了捕鲸 到底有多疯狂 众所周知 鲸作为哺乳动物 一年只能生下一只鲸鱼宝宝 而在几百年前 物资匮乏的日本 就开始捕鲸鱼 但工业时代后 人类对鲸鱼的过度捕杀 导致鲸鱼越来越少 濒临灭绝 而现在的日本 其实并不需要靠吃鲸鱼来维持生存了 但 不是不需要了吗 你别过来啊 不需要 它毁灭你 与你何干 于是86年 国际补金协会 颁布了全球禁止补金公约 明明禁止商业补金 但 禁止商业 那我科学研究 都可以吧 此后有了借口的日本 开始动不动就搞科研 动不动就搞科研 34年里 日本补金一万三千头 其他国家一共才补了一千头 甚至还在日本市场上 公开叫卖 一年卖出两千吨 任务科人 2010年 一气功分的日本 终于被告上了国际法庭 你这是搞科研吗 没错 成果呢 被你吃了吗 没错啊 14年 日本败宿 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转头 日本在南冰洋 冒服兴图金333头 122头母精已怀孕 114头使幼金 并宣布 退出国际补金委员会 继续补金 这就我们野猪又犯烂了 几只啊 八百多万只啊 我只问你留几只 最近美国野猪犯烂 可把老美给比疯了 他们毁坏历史遗界 糟蹋土地水源 攻击性技巧 每年造成基地损失 高达90亿 这个还没完呢 因为野猪太能生 又没有天体 老美一算呢 每年需要干掉一百七十万头 才能控制数量 于是 你开始换机 先是头发不一样 可堵死的 是其他动物 后来出的五招 被击破的烧杀猪 但一年干掉二十三万头 还不够出生的连套 而且啊 直升低沙猪 一小时就要几万块 实在划不来 最后 被逼其眼的老美 号召全地民众参与不杀 兄弟们 我们家都会没了 从来跟野猪拼了 我错啊 我错啊 但你一猜怎么着 美国野猪是家猪和欧亚野猪 结合的超级杂交种 可惜你老美都轻易搞定的 他们每一小时能跑五十公里 智商高 甚至会不限制客人 你很会杂吗 你会杂我个屁用啊 小变散 结果呀 美国人民批的老命 连个猪王都没碰到 让我来 明年给他们吃血种 哎呀 你是不是必要 这野猪自弹三十多种病毒 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去吧 一杯强身剑体 两杯元素造极 三杯无限喘息 你知道吗 在印度能打败可口可乐的 除了摆饰 还有自制饮料 1977年 印度以市场为威胁 让可口交出配方 要么给我密包 要么退出市场 退就退 到时候你进口更贵 可口想着 我二十多年的身高 你能借它掉 结果没想到 印度人凭借健康敏锐的味觉 开始了自制饮料 这种饮料和健康卫生毫不沾边 但最大的 马上马上了两块一杯 哇 不能说一模一样 全是就是毫无关系啊 很快 印度自制饮料开始风靡全国 即使在监管非常严格的中国 部分餐厅已演产其巨大利益 也开始效仿 摇身一面就成了高级饮料 哇 美之之 三四一杯三四一杯哦 买买买 可关键是 这自制出来的饮料 成本比流水线生产的还低 堪称暴利 这不比做菜挣钱 由于监管困难 有点良心的会放点烂水果 胆子大的直接违规使用添加剂 这不一回事吧 我可真是个大成名啊 而且因为生产环境过于复杂 全进去了都得自闭 而耐水果中的黄曲雷素 新则会造成上风下线 重则吃来送服 每年都有布料上下 被爆出自制饮料的违规问题 比如卫生不合格 原料不新鲜 添加剂过量 所以朋友们 外出进菜时 你一定要注意 尽量不喝自制饮料 小心你喝的自制饮料里 有无名成分哦